跟着总书记重温半条被子的故事 《长沙晚报》掌上长沙2016年10月23日讯 据央视新闻消息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半床被子的感人故事 红军长征时期 在湖南汝城县沙州村 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老人家中 临走时 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时间已经过了80多年 当年的老房子现在已经不住人了 但三位女红军用过的床 仍被徐姐秀老人的子孙们保留着 红军要开拔了 看到徐姐秀家连衣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一名女红军用剪刀将这床被子剪开 将半床被子留给了徐姐秀 1984年 《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 在重走长征路时采访了徐姐秀老人 报道了这个故事 稿件刊发不久 邓颖超、蔡畅、康克卿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看到了报道 表示要想办法找到三名女红军 并委托罗开复代表所有的红军战士 给徐姐秀老人送一床崭新的棉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